赤立角9号超级1号货站 在7个小时内接连发生两宗死亡事件 首先在星期三晚8点几 一名53岁胜长的工人 怀疑在工作期间 不纯惨租夹混在一个空运货柜 和一度降门之间不省人事 其他工友发现之后随即报警 可惜送到北大鱼山医院抢救之后 相冲不治 至于另一宗事故 死者是一名物流公司的东主 在星期四凌晨大约1点钟 物流公司东主在站里面去厕所 去到凌晨3点多 工友见他迟前未回就去看看 才发现他坐在赤隔的马桶上面 动都不动 救护员到场证实他已经死亡 警员初步调查 不排除他有隐疾病发身亡 东网记者李斯恩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